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食人鱼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凶猛的鱼类了 如果不是它们体型太小 恐怕能够统治整个地球的水域 然而在八千万年前的白恶纪 却生活着一种很像食人鱼的巨大型鱼类 剑舍鱼 与食人鱼一样 剑舍鱼的嘴巴里拥有着尖锐且锋利的牙齿 而它也属于硬骨鱼类 不过相比食人鱼的体型 剑舍鱼则要踏出了很多 根据今天所发掘到的剑舍鱼的骨骼化石上来看 成年后的剑舍鱼 它们的体长普遍在五米左右 体重约五百公斤 之所以说剑舍鱼像食人鱼 也因为它们也有着嗜血的本性 以及利刃般的牙齿 可以说就是一个巨大版的食人鱼了 剑舍鱼是白恶纪的海洋中 最敏捷的烈士者 同时也是外貌最为丑陋的鱼类 正因为它面部怪异的造型和火爆的脾气 所以它又有鱼类斗牛犬的绰号 尽管剑舍鱼的外表十分丑陋 但它却有着强壮敏捷的身体 流线型的扁平身躯 再加上充满肌肉的尾巴 可以让它以6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快速游动 这惊人的速度 可让它轻松地超越当时绝大部分的鱼类 剑舍鱼大部分时间是在前海中猎食 它的下颌不仅具有特殊的铰链型的构造 而且还能张开一个很大的角度 这种特殊的嘴部造型 能够让它在追捕猎物时 将猎物整个地吞下 除鱼类外 剑舍鱼还喜欢捕猎黄昏鸟和翼龙等其他 经常在水面活动的生物 在水面快速游动的剑舍鱼 甚至还可以像海豚一样跃出水面 在落回海面时所产生的振动 能抖落掉自己身上松动的鱼鳞和附着在它们身上的寄生虫 然而如此强大的剑舍鱼 也特别容易遭受到水中大型猎食者的攻击 人们就曾在当时大型鲨鱼的胃里 发现过它们的化石 19世纪50年代 首件剑舍鱼化石 在美国的堪萨斯州被发现 之后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剑舍鱼的化石 这其中就包括一条长达5米的剑舍鱼化石 人们在它的腹部 甚至发现了一条2米长的大鱼化石 剑舍鱼喜欢用尖锐的牙齿咬住猎物 并将其胡伦吞下 这就使得它常常会被食物噎住 科学家们在许多剑舍鱼化石的胸腔里 发现了完整的鱼类 因此专家推测 很多剑舍鱼的死亡 其实都是被食物噎死的 不过如此凶猛的剑舍鱼 最终还是南唐灭亡的命运 由于6500万年前的地球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剑舍鱼所生存的海域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水道面积的萎缩 再加上其他物种的竞争 使得剑舍鱼最终消失在了地球上 好了 这就是剑舍鱼的故事 有喜欢史前剧肉这个系列的观众 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 点赞和评论 或者投个免费的硬币 来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